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并与中医协会就中华传统医学在澳洲的普及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等事项展开讨论 球员平说 我很高兴知道通过几代中医药从业者的努力 2012年中医药在澳大利亚实现了合法化 近年来国桥办提出建设和谐桥设框架下的八项汇桥计划 其中之一就是中医关怀计划 我们十分关注桥医 球员平说 我很高兴知道通过几代中医药从业者的努力 2012年中医药在澳大利亚实现了合法化 近年来国桥办提出建设和谐桥设框架下的八项汇桥计划 其中之一就是中医关怀计划 我们十分关注桥借中医药从业者的生存和发展状况 也希望利用中医药服务海外侨胞 同时推动中医药的国际化 澳大利亚天河电视台记者现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